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 29号在斯科普里会见了马其顿总理格鲁·埃夫斯基 回良玉说 近年来 中马各领域互利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加强各层次人员往来 认真落实双边协议 把良好的政治关系转化为各领域互利合作的成果 格鲁·埃夫斯基表示 两国在农业 水电 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 旅游等诸多领域 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